最新的《復仇者聯盟4》前導預告片你看了嗎? 在這次的預告片中 短短的2分25秒鐘透露了不少訊息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漫威迷 所以這一次的《挖特集》裡面 我們特地整理了一些預告片中的彩蛋 還有從《復仇者聯盟3》一直到現在的資訊 讓我們馬上來看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先按下右下角訂閱我們喔 經過了好幾個月的猜測 直到前導預告出來 至少有一件事情我們可以確定的 那就是這一次《復仇者聯盟4》的標題 即將會是End Game 為什麼這個標題會那麼重要呢? 因為導演羅素兄弟說到 《復仇者聯盟4》的標題會讓大家擔心 而且這個標題也說明了整個故事的中心 台灣這邊官方還是沒有反中的翻譯 而中國那邊把它翻譯為終局之戰 但我個人想說應該之後翻譯的名稱應該會差不多 記得之前大家對《復仇者聯盟4》的標題有許多傳言 包括《Annihilation》還有葛摩拉演員 Zoe不小心在訪問中透露出《 Infinity Gauntlet》 還有之前在歐洲電影博覽會 疑似偷拍到的畫面出現的《Avengers Falling Heroes》 以及最有可能的《End Game》 也在某一個電影資訊網上面 不小心被公布了出來 但是《End Game》這個名字瞬間就被刪除 然後只留下了《Avengers 4》 後來羅素兄弟還出來表示 那個不是電影的名稱 最後終於在12月7號確定 標題就是奇異博士在《復仇者聯盟3》提到的《End Game》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們在《End Game》裡 不過那個時候不小心流出來的《End Game》 剛好是兩個字 而羅素兄弟堅持說那個不是電影的名稱 因為最後是一個字的《End Game》 所以照理來說他們是沒有說謊吧 其實《End Game》在英文中的意思就是 事件討論的最後階段 或者是我們在下棋時候的最後殘局 但大家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殘局不代表是結局喔 就讓我們分析完標題之後 讓我們來看一下《前導幽號片》吧 第一幕我們看到的是困在宇宙的鋼鐵人 他看起來應該是在巴納塔號裡面 這個大家要注意喔 這個不是米蘭號而是巴納塔號 因為Milano在《星際異攻隊2》的時候就墜毀了 而Benatar是在《星際異攻隊》後 在《復仇者聯盟3》登入太坦星的太空船 看起來就是當所有人都化成灰的時候 鋼鐵人搭上了Benatar 試著想要回地球 經過了四天沒水沒食物的增長後 鋼鐵人開始想說要錄影給小辣椒一個遺言 不過這一段也打破了很多謠言 推測說《復仇者聯盟4》的劇情 應該會是在五年到十年之後的故事 再來我們看到《Nebula》也出現在太空船上 從顏色跟背景可以推判出 這個應該是跟鋼鐵人在一起沒錯 而這一幕他的手劃過某人的肩膀 看到手上有傷 這讓我們想到很多問題 他手上的傷是因為跟鋼鐵人打架鼠留下來的嗎 他摸的肩膀真的是鋼鐵人的肩膀嗎 難道鋼鐵人真的因為缺氧而死掉了嗎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答案 但可以確定的是 Nabula本身已經改造成幾乎全身都是機器人了 所以應該不需要氧氣還是可以活下去吧 不過鋼鐵人會這麼早死掉也是有點不可能啦 因為從之前不小心流出的劇照來看 他應該不會那麼早就死掉 只是到底有誰會來拯救他們呢 對於這一點有非常多的推測 當然第一個就是驚奇隊長會出現嗎 從最新的預告片中可以看到 驚奇隊長能在太空中自由傳說 只是宇宙這麼大他會剛好看到Benatar嗎 再來的可能就是索爾會用他的新武器 風暴毀滅者開啟彩虹橋 飛到太空來救人 但是他們要找到太空船也太難了吧 不然就是鋼鐵人會剛好碰到跟索爾分散開來的 第二艘阿斯加德太空船 然後被女武神跟寇格一起救起嗎 還是星際義工隊中的克雷尼呢 但我最喜歡而且我覺得最有可能的 當然就是小辣椒本人自己會出現來救自己的老公囉 因為剛好在這一段預告片中 剛剛好有提到rescue 救援這個字 雖然說這個字可能有點不起眼 但漫威宇宙中 救援剛好又是小辣椒的鋼鐵裝名字喔 從之前格尼斯派特洛自己透露的劇照中 可以看到他剛好就穿著這樣的鋼鐵裝喔 接下來聽到黑寡婦在回顧《復仇者聯盟3》 薩諾斯已經達成他的目標 將全宇宙一半的生命毀滅 而上一集的最後也看到他隱居到一個非常和諧的地方過著自己的生活 而導演們也有透露說這個星球就叫做《泰騰星2》 上一集就有隱約出現的《戰袍稻草人》這一次出現了特寫 也可以看到已經爛掉了無限手道滑過的稻田中 從這一幕呢我們可以看到的幾點 在漫威的漫畫宇宙中 《戰袍稻草人》是從原漫畫的《Infinity Gauntlet》之中來的 當時薩諾斯戰敗了隱退時 奇異博士跟Nebula有去拜訪他 薩諾斯在那時候解釋這個稻草人只是一個過去的空殼而已 這也意味著他過去的野心 但現在他已經放下了過去 成為一名富裕小生命的種菜農夫 這個稻草人就只是想要嚇人而已 很多看到這一幕的人應該都會回想起 之前《神鬼戰士》中最經典的畫面之一 有著回歸平凡到達夢想世界的感覺 當然跟漫畫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薩諾斯這一次戰勝而引退 但已經燒爛了無限手套應該已經不能再用了吧 讓人開始懷疑這一次《復仇者聯盟士》中 最大的反派除了薩諾斯之外 應該還有別人吧 有一個可能的推測就是在《星際異攻隊2》 彩蛋中出現的術師亞當 Adam Warlock 因為在漫畫中 術師亞當曾經偷走了薩諾斯的無限手套 唉… 但已經燒爛了無限手套都已經不能用了 所以搶了也沒用啊 而且原本彩蛋中的計畫應該是留給《星際異攻隊3》的 所以應該不會在這一集裡面出現吧 再來的可能性就是漫畫中出現跟薩諾斯決鬥的 行星吞食者 Galactus 但以現實的考量來看呢 因為迪斯尼跟福斯背後的一些合約啊 那些關係都還沒有處理好 所以我們暫時應該是不會看到行星吞食者 這樣子那麼強的反派出現 其他比較有可能的應該就是在奇異博士中提到的 生命法庭 The Living Tribunal 這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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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接下來 將在漫威第四計畫中出現的 永恆族 其實永恆族的可能性不小 因為在《復仇者聯盟3》中 薩諾斯有被提到說是 Son of Alas 阿勒斯就是一名永恆族喔 意思也是說 其實薩諾斯也是永恆族啊 但這個跟《復仇者聯盟4》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也只好繼續等下去了 再來要看到的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鷹眼 只不過之前很多人都猜對了 因為這次的鷹眼不再是鷹眼 他將演變成他另外一個身份 浪人 從預告中可以看到 他有如忍者般的新服裝跟髮型 黑寡婦在日本街頭看到浪人用武士刀開殺 其實在漫畫中 鷹眼變成浪人的故事是一個悲劇 因為看著自己的老婆跟小孩被壞人殺死 最後化身成浪人開始復仇 在電影的世界中呢 我們從《蟻人2》中 得知鷹眼跟蟻人 在內戰之後為了服刑 所以就被關在家裡 可以推測的是 當薩諾斯彈指之後 鷹眼的家人可能就這樣子化成了灰塵 受不了的鷹眼 最後化成的浪人開始復仇 根據漫畫 浪人除了原鷹眼的頂尖劍術之外 還有日本的武士倒數 以及其他的人者武器 同時他還有將任何物體轉變成致命武器的能力 比如說鐵片啊硬幣啊武器碎片等等 預告片中 美國隊長在《復仇者聯盟4》 應該是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這次他應該是回歸美國隊長的身份 把之前在《復仇者聯盟3》的流浪者 象徵性的鬍子剃掉之後 又穿起了《美國隊長2》 酷寒戰士時的制服 讓人懷疑這次的劇情是不是跟故事有關呢 不過關於時空穿梭的理論呢 我們等一下再討論了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在預告片當中 美國隊長看著Peggy的照片 這很有可能就是一個暗示 說不定跟美國隊長當時實驗成功 位於某澤西基地的Camp Lehigh有關喔 而穿著美國隊長2時鞋的服裝 很有可能就是因為他即將要回到過去喔 跟大部分的時間理論一樣 如果真的回到過去的話 那個人一定要低調低調再低調 盡可能不要改變過去的事情 或是提供以前不存在的資訊喔 預告當中有一幕是看到班納博士 正在研究失蹤人口 畫面中出現了蟻人 黑豹的妹妹蘇莉 還有蜘蛛人 從蟻人2的電影 我們知道蟻人並沒有畫成灰 而在導演羅素兄弟受訪的時候 也有提到蘇莉其實並沒有死 但為什麼會出現在失蹤人口之中呢 這有沒有可能是一個誤導 跟復仇者聯盟3 預告片中出現浩克跟其他復仇者 一起大戰薩諾斯 但在正片中 群戰時一直沒有看到浩克一樣 是個騙局呢 還是蘇莉為了要研究怎麼拯救哥哥 自己做了一些實驗 而不小心到了另外一個空間呢 這會跟隱人有關嗎 嗯 現在目前為止真的很不好說 一開始有提到標題 Endgame 所代表的意義 但我比較想要探討的是 復仇者聯盟的標誌 A 如果注意的話 這次的標誌其實跟上羅斯談起之後 畫成灰的人們完全相反 這背後還有一個在旋轉的光圈 如果要我猜的話 應該就是回到過去 把所有破壞掉的東西 全部都回復的意義 但大家都知道 這集之後 我們再也不會看到 美國隊長 鋼鐵人跟索爾了吧 好啦 這是最後 但也是最精彩的一個彩蛋喔 預告片的最後 是蟻仁以及裝載著量子隧道的箱形車 出現在復仇者聯盟總部的門口 這些看起來都很正常對吧 這是斯卡拉恩 我們在美國的航空間見過幾年 在英國的航空間 在蟻仁2的最後 我們看到蟻仁被卡在量子領域中 他應該就只是出去後 然後去找美國隊長對吧 我一開始也是這麼想的啦 但為什麼 預告片中 美國隊長會驚訝的說 這是一個古訊息嗎 所以我們研究了一下這個畫面 放大後發現 這個影片的左上角 竟然寫著archive 意思就是錄影存檔 而旁邊竟然寫著1983 所以這個意思應該就是1983年錄的畫面吧 沒錯這就是時空旅行 這就是時空旅行 其實在蟻仁2的幕後炒彈中 黃蜂女的媽媽 有警告蟻仁說 別被吸到時空巡迴中 我們會不會救你 意思就是說 她被吸到了時空巡迴中 然後又跳到了1983年嗎 但因為蟻仁不是天才 很有可能當時她還沒有發現 自己已經在1983年 所以跑去了復仇者聯盟的基地 想要找人幫忙 但那個建築物在1983年的時候 還只是一個倉庫而已 很有可能 因為當時沒有人在 所以一直沒有人發現 這個1983年的錄影 不過另外一個疑問就是 為什麼量子隧道外面的箱形車 會一起出現呢 最有可能的就是 以人到了另外一個時空 很有可能就是未來 然後找到了一個很有能力的人 來幫她了解量子學問的問題 像是她長大後的女兒凱西 班納博士 或是梳莉都有可能幫到她 讓她可以帶著車車一起穿越時空 回到過去警告復仇者們 而我非常相信 這支電影跟時間 一定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之前 復仇者聯盟4 不小心有所劇照來看 美國隊長也穿著 美國隊長衣帶的衣服 然後站在蟻人 鋼鐵人 還有浩克旁邊 說不定也代表著 這次要解決薩諾斯 跟拯救所有人的關鍵就是 失控旅行 天啊 如果漫威真的開始觸碰時間 跟多種宇宙的話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耶 不管怎麼樣 還是很期待這一次 復仇者聯盟4的表現 大家覺得這次的推理合理嗎 我們有沒有漏掉什麼東西呢 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們說喔 喜歡我們TEEPER亮影片 請訂閱分享加按讚喔 好啦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